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这两天节目不多 我一直在飞机上 飞啊飞 飞来飞去 飞得天昏地暗 但是肉体上的疲劳 仍然掩盖不了内心的痛苦和迷茫 为什么 袈裟地带 尾巴冲突 越演越烈 它不但是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 更重要的是以人们的认知 内心的良善 和智慧的丧失为代价 我们看到互联网上 尤其是中文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口水横飞 那种痛恨 那种蔑视是随处可见 那今天啊 我赶紧的在万忙之中 挫出一点时间 再跟大家聊一聊最新的进展 和我一些看法 最新的进展啊 有好事情 那就是首批20卡车的救援物资 进入了加萨 当然后面的操盘者是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表态这种救援啊 远远不够 但是毕竟已经开始 进入的地点 就是著名的埃及拉法的边境站 从这里 20卡车所装载的食物 饮水 医药 进入了加萨走廊 拜登总统感谢区域合作促成了此事 那就是埃及要合作 以色列要合作 还有联合国要起一个主导作用 同时 拜登 警告哈马斯 不要干扰人道救援行动 因为至今为止 救援行动没有如期开展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很多人对哈马斯的痛恨 对他的怀疑 没有消失 首先他会不会干扰 再一个 运去的这些救援物资 目前你看食物饮水医药 都是针对平民的 如果在按加萨地带有关的要求 说再放开燃油 甚至更广泛文内的救济物品 很可能会被哈马斯转作军用 燃油嘛 怎么怎么就成了炸弹了 这个东西是以色列绝对不愿意看到 所以这些卡车上的东西 也经过了以色列的这个 艳明正身放行 才允许进入了加萨地带 虽然救援物资已经能够进去了 但是美国护照及其他国家的公民 仍然无法离开加萨 进入埃及 这一点 人质 人员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和保障 这一点目前仍然是最令人担心的 消息以外 令人不安的 特别担心的消息也有 那就是以色列军队已经聚集完毕 即将对加萨北部发起地面攻击 命令加萨北部军民撤离到加萨南部的这个命令 或者说提醒了 早就有了 原来说是24小时之内 你必须给我撤完 但是迫于国际的巨大压力 以及最近以色列对加萨地带的狂轰乱炸 造成的平民伤亡 以及附加的一些损失 也是来到了每个人的客厅 每个人的手机上 大家都看到心惊胆战 所以时间越长 其实对以色列的压力就越大 对哈马斯的压力反而越少 因为啥 他本身就是恐怖组织嘛 你对他还能有什么过多的期待 但是大家都把目光放在能够交流 能够去进行做工作 能够进行影响的这种正常国家身上 那这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被绑住了手脚 那即使如此 马上要进入加萨地带 希望应该撤离的人都已经撤离了 那按照以色列的说法 目前加萨北部 没有平民 那意思 不会在加萨北部留一个火口 能炸的都炸了 能轰的都轰了 能抓的都抓了 以色列这次的报复 也可以用非常的凶猛 毫不留情来形容 当然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总局 包括摩萨德特工组织 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要在全球范围内追杀 那些越境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的 哈马斯分子 及他的支持者 这个情节让人恍如格式 在这里我也郑重的向大家推荐 斯皮尔伯格的那部著名的电影 好像是2005年拍的 就叫《莫尼黑》 那部电影讲的就是莫尼黑 奥运会的时候 巴结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 绑架了犹太裔的这些运动员 很多人最后被枪杀了 那这个事情是对以色列民族刺激最深的恐怖袭击之一 当时以色列的女领导人我印象很深 说了一句话 对他的摩萨德对他的特工人员说 既然阿拉伯人不愿意跟我们共享这个世界 那我也不愿意与他们共享 那个电影拍的非常精彩 两个多小时我看到是如痴如醉 也是内心极度的不安 整个片子里就是描述了摩萨德锁定的这些 阿拉伯人的恐怖分子 他们怎么被以色列特工一个一个干掉 但干到后来啊 这种冷血这种残忍 让摩萨德这些杀手也内心感到极度的不安 甚至很多人啊中途退出 因为他们很难做到精准的指导 很难做到精准的把他们想干掉的人干掉 也有一些无辜的伤亡 更关键的是这些工作人员最后也不清楚 他们杀掉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那行动小组的头甚至跟他的上司要证据 说你向我证明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事 当然了上头也跟他们讲清楚了 谁谁谁是整个慕尼黑恐怖事件的幕后操作者 谁是做后勤的 谁是关于金融筹钱的 谁是搞武器的 谁是钉烧的等等等等 那部电影啊很值得一看 这里面绝对不只是复仇两个字这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复仇 斯皮尔伯格也不会是世界一流的这么一个大导演 这部片子也不会感动这么多人 也不值得我消耗两个小时把它看完啊 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细节 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啊 当 这位瓦萨德啊 以色列特工人员成立了 特别行动小组像今天一样 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 他的上司跟他说 哎这一块糖你先吃吧聊天吗 这位特工组织的头说啊 不吃甜的 他的头说啊 你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 因为你从现在开始 你已经没有牙医保险了 不吃甜的是对的 大家可能听了有点晕 怎么和牙医保险撤上了 哎 以色列就是这个特点 做这个事情之前啊 要在法律上 让这帮情报人员和以色列政府要剥离开 他们要自愿退出 以色列政府 他们所作所为啊 和以色列政府没关系 没有雇佣关系 要在法律上签个文件 就是我自愿退出 同时他们医疗保险 什么员工的原来政府的待遇 全都给录掉 这一点让人非常感慨啊 这么小的细节 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 当一个文明国家 要做一个不文明的事情的时候 还要废的这些周折 还要啊 面临那些道德困境 以及实际处理当中的一些难点 所以这个电影 郑重推荐给大家 那以色列军队集结完毕 即将对加拿大北部 发起地面攻击 这里面的后面的几天啊 我们相信 又会被大量的新闻报道 大量的触目惊心的图片 所占据 那在这里啊 其实我想跟大家聊的是 最新一个事件 那就是啊 在加沙地带的 那个医院 被炸掉以后 动说纷纭 很多国际媒体 好像也要在这个事情上 要再大跟头 比如说很多人 好像是BBC啊 好像是 一开始就张口 斩钉截铁的说 这是以色列干的 太不像话了 违反人道主义 你怎么能啊 这么无差别的 连医院都轰炸的 而且号称死了500人 但慢慢的 再过几天过去 我们看到更多的信息啊 更多的证据就出来了 比如说今天的 华尔街日报 以及CNN相关媒体 通过多种分析 特别是华尔街日报的 我认为还是相当准确的 就是他们用四个摄像机 四个同步的视频显示出来 那这个医院啊 是哈马斯 是从以色列境内发射出来的 说反了 是从加沙地带 哈马斯控制区域 发射出来的火箭 被拦截被击中以后 剩余部分击中了医院 引起了最少浩劫 当然后来也有人说 死亡人数远远不到500 大概是50到100人 那不管怎么样 平民的死亡 都是最令人痛惜的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看到华语的 社交媒体 是骂成一团 有些人说 哈马斯 很显然这个事情 是非常荒谬的 为什么 哈马斯 貌似要从一个恐怖组织 变成一个民间救援组织 因为你看整个事 是他惹出来的 但是他现在也觉得 对我的救援不够 联合国救援也不够 以色列的这个轰炸 伤及的平民 压沙地带的人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 世界的荒谬就在于此 整个事情就是 哈马斯引出来的 但是他现在貌似 要从一个恐怖组织 换联 川剧的变联 他要变成一个人道救援组织 拜托 你使这些有什么用 你就是万恶的源头 你的所作所为 除了用邪恶两个字 没有别的可以形容 如果哈马斯的所作所为 不是邪恶的话 字典里就不应该有邪恶 这两个字 更何况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 很多媒体 包括欧美的媒体 重口语词 说是以色列干的 证据出来了 很多人认为 是哈马斯 倒了乌龙 当然我也看到 一些打假的斗士 一些 在啥领域 一万个领域 他都是专家的 一些打假人士 也出来说 根据子弹 炮弹的飞行的速度 等等等等 证明 不是哈马斯 所能拥有的军事能力 能支撑的 这玩意肯定是以色列打的 信息这么混乱 怎么办 拜托 我的观点 还是要尊重权威媒体 这些权威媒体 包括华杰日报 包括BBC 包括纽约时报 这些记者 他本身 他受的就是这个训练 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是发掘真相 那发掘真相的过程当中 出于主观客观的原因 他可能有失误 包括BBC 他可能也有失误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 这些权威媒体的 百年老店的记者 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偏见 根据自己的opinion 来搜集 来选择事实 这一点我们是不相信的 没有这种证据表明是这样 在美国本土的总统大选里面 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这一点 除了福克斯这样的 极端右派的新闻网站以外 美国的花街日报 纽约时报 CNN 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 他们坚持认为 以事实为依据 事实第一 立场第二 拜登和川普的选举 川普就是输了 没有证据表明 有所谓的美国右翼宣传的 被拜登盗取了 这个选举结果的这种可能 那放到今天这个事情上 也是一样 你要说各种声音都很混杂 都很 很难判断 拜托 我只能相信华尔日报 因为他的历史地位 他的专业的操守 让我相信 他们正在 自己 专业范围内 自己能够做到的范围内 努力的追寻真相 目前为止他们发现的 还是 哈马斯干的 那在没有更新的证据之前 我们也只能这么看 那你问 那你为什么这么支持 以色列反哈马斯 或者反巴勒斯坦 对不起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 我们作为媒体 永远应该做到的是 事实第一 立场 第二 即使你想有立场 但你在分析事实的时候 你自己面对自己 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时候 你应该做到的也是 不带着立场去看这些事实 看到市场以后 你再选立场 不迟 即使你做的决定是歪曲事实 你也要先知道事实 否则你也无从歪曲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今天认为哈马斯仍然是万恶之源 消灭哈马斯 是符合各方利益 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外交老手 拜登总统 这几天的运筹帷幄 是有作用的 你看这不救援物资已经进去了吗 另外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这些轰炸 有没有过分的地方 我看肯定有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怎么分析呢 他有没有采取一定程度的预防措施 那事实上也有 比如说炸一座楼之前 他先扔一颗威力极小的炮弹 炸了以后告诉你 我要炸了 三分钟撤离 如果三分钟内你不撤离 这种楼就会被夷为平地 是不是很残忍 很残忍 但是有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有 这两者都是事实 都是事实 那今天我以前几乎每一篇都看的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原来驻北京的熟悉记者 纪斯道 发表了一篇专栏 本来他说要告别纽约时报 他不是要选那个俄罗根 这个州的州长吗 后来各种原因没选成 又和他写这个专栏 他写了一个 这个标题和内容 很令我感慨 这就是美国左派的特点 也令人敬佩 那是啥呢 你不能为了 不能因为 哈马斯恐怖组织杀害了很多 犹太人的小孩 你反过来再去杀很多巴拉斯坦的孩子 这个报复方法 不是当 也不正当 怎么办 不知道 那西方有句话 有个词叫 Useless Idiots 无用的 白痴 那这个词形容哪批人呢 就是形容啊 他写一篇文章说句话 你听着每句话都对 每句话都符合圣经 符合法律 符合人类良知的 每一个愿望 但是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没用 那你像以色列 你让他怎么反击哈马斯呢 哈马斯是居民一体 居民于水情 他本身就是一体的 你怎么分开 让他来进行更精准的打击 那你说 让加沙平民 24小时之内 撤到加沙南部 时间不够 这些文章组织也在痛骂以色列 但你看这么多天过去了 是吧 这总够了吧 起码得有一个星期了吧 这总够了吧 那你该撤的 你还是得撤 你不撤 那恐怕真的就没别的更好的办法 那以色列的这篇文章 祭司道的这篇文章 也让人想起来 当年在广岛长崎 扔下两块原子弹 他人道吗 某种角度讲 他很显然不人道 日本人民20多万人 葬食了性命 但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没有 如果不扔白子弹 不扔这个原子弹 那就是美国的士兵 进行地面攻击 进入日本本土 恐怕还是要死掉 至少一万美国大兵 那日本人民会死多少呢 恐怕会死50到100万 那种惨烈 那种人间地狱的场景 真的就比两个原子弹要好吗 所以在战争灾难这种面前 轻易用什么方法最好 这个词太奢侈了 没有最好 也没有更好 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就是哪个事情做出的伤害 带出来的负面后果最小 哪个就是相对最不差的 就采取那个最不差的措施 就可以了 从这个角度讲 我认为 让加沙地带的平民赶紧撤到南部 能撤的都撤 然后以色列大举进攻 移平整个加沙北部地带 可能也是所有的最坏的选择里面 不那么坏的一种 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当然我们对他悍然轰炸 比如说有些平民设施 一些平民伤亡 这个事情本身对不对 肯定是不对 但找不到更对的方法 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 对以色列造成的平民伤亡 也应该谴责 但是绝对不应该把以色列和哈马斯 两方放到一起来谈 前两天我看一个打假斗士 还在这说呢 哈马斯要求联合国来调查 调查这个医院到底谁炸 现在就看联合国怎么办了 对不起 如果这么考虑问题的话 那就是人渣 为什么说是人渣 哈马斯根本没有权力提出任何要求 哈马斯在整个事情当中 只能被消灭 难道你指望联合国和哈马斯展开对话吗 还谈判吗 对不起 没啥好谈的 拜登会跟本拉登谈判吗 不会吧 小布什和跟本拉登谈判吗 不会吧 要做的就是消灭你 有没有能谈的呢 能谈 那就是坚持用谈判手段 用国际条约来解决问题的巴勒斯坦合法政府 那就是现在的法塔赫 现在的 占据了约塔赫西安的巴勒斯坦合法政府 最好的方法就是由他们来接管 加沙地带 这样的话可能性还好还好一点 至少比原来的预计要好 当然这几天也有人说 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 出现了一边倒的反以色列 支持哈马斯 这样一个 调门 这种调门啊 都不是空虚来风 都是很多方面默许 甚至纵容 甚至支持的一个结果 这一点 有基本的常识 我们都能做出判断 那这几天啊 说实话 有一些 好的进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跟很多老专家 老朋友 老领导进行了交流 我说你看国内的小粉红 巴以文提上 以色列对中国不薄啊 那你为什么非要反以色列呢 再说这个事情 从历史的根源上来讲 无论是道义上 还是现实中 以色列的道德起点 绝对不比哈马斯低 甚至可以说 以色列的道德起点 绝对不比阿拉伯世界低 对不对 阿拉伯世界 巴勒斯坦弟兄 今天遭到的困境 受到的人间灾难 50%以上 都是阿拉伯弟兄 自己搞出来的 是不是 以色列在这里面 有副作用 也有正面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这些小粉红 开始猛烈的攻击 以色列人犹太人 对我们真的好吗 老朋友老专家老领导 说了一番话 让我醺醐灌顶 他说什么呢 中国这些老粉红 老子红 或者小粉红 说什么 对事件本身没有影响 他们本身的意见 也不值得被认真对待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他们脑子里 条件反射 发出来的一些 异响 一些空谈 一些口水而已 假设说 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 回到了邓小平时代 回到了胡耀邦时代 赵紫阳时代 说会上还有一些反面的声音 媒体也有一些相对平衡的互相争论的报道 说白了 在那种情况下说 他们如果看八九时代的新闻联播 这些老子红小粉红 不用多 只看一个星期 他们的脑袋就拧过来了 因为他们原来脑子里那些就是被硬生生的栽进去的 培植进去的一些观念和想法 那他们的脑子智力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再给他一个星期看相反方面的报道 他们很快就能扭转过来 他们内心啊 想法会变的 这就跟原来小粉红老子红遍地的上海南京北京 在亮马河畔 在上海的这个关键地段 也出来了很多在白纸运动里面往前冲的年轻人 为什么 现实教育了他 他们原来脑子里也都是一团大粪 但是当脑子里接收的信息开始变化 和他原来脑子里的东西截然相反的时候 他们会变化的 所以老领导要求我 对小粉红 对老子红 要一分为二 他们不是没前途 是有前途 甚至可以说将来中国的希望 还要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主体 是基本盘 所以中国怎么才有希望 那就是 破除舆论的管制 那防火墙倒掉 中国人仍然有希望 小粉红也仍然有希望 所以我听领导这么说 我十分的激动 没白白让我飞了这四五十个小时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阿易冲突 这个愈演愈烈 咱们看后面怎么发展 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节目的结尾 诚挚地请大家给节目点赞 我这样时差还没早呢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分析 同时也恭请大家去看那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 叫梦尼黑 你看了以后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再见他 好 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节目